蓝色金沙和小鱼饵在天空翱翔 画面让人不禁以为置身在海底世界 这里是基隆东岸旅客中心 透过AR虚拟实境 让民众体验和金沙翱游 虚拟实境大受欢迎 但现在传出不少游客来玩 第一步就卡关 手机扫描QR Code下载相关软体 手机却跳出来 您的版本和这个软体不相容 让大老远跑来的民众 因为手机不支援 期待心情大落空 面对民众反应 业者除了已经张贴告示 提醒资源的手机型号 也向民众表达歉意 那我们一开始的目的 其实只是想要推广 今天我们的观光 跟我们三四行这里漂亮的海景 那我们AR的技术呢 采用的是最新的Google的 AR Core的一个技术 那为了提供消费者 一个良好的体验 那手机呢 必须通过Google AR的 这样子一个认证 那这个认证呢 会检查手机的硬体规格 那包含了相机动作感应器 以及系统版本 才有办法辨识整个3D的一个立体场景 装置才能够正确的运行 那所以呢我们的粉砖跟现场 那都有这样子一个公告 都可以让大家来查询 说你的手机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支援 哦逼真哦 诶真的有耶 背肩金沙意外爆红 5月份的市集活动 人潮更是破了记录 斯恩福表示 会和厂商在讨论 希望能够符合民众期待 有关AR金沙有少部分的民众反应 他们的手机没有办法 这个使用这个软体 那这边也跟所有的市民朋友 还有来这个 咖啡市集的朋友来做个报告 因为这个这套软体 是由我们出租方 大日开发提供的价值服务 然后希望借由咖啡市集 一起把人潮带起来 那因为这个软体是新的软体 那所以可能有些机型 还没有办法相容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请大日开发 赶快跟软体商去研讨一个方法 希望可以让每一个来市集的民众们 都可以享受这个AR金沙的服务 飞天金沙推出以来大受欢迎 梦幻的时镜也在网路上 引发不少讨论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吱咚! 字幕君中文挙 ation 没有 吴木